主席 主席 我們先請環保署 你好 是副署長 是 辛苦了 今天我們討論的是 得向 霍倫的事情 那其實這件事情 發生到現在已經兩個月了 那環保署的立場其實大家也都知道 是非常的 困難啦 因為其實你們有這個責任 但是權限又不全然在你們 那所以其實你們在整個處理上面 其實我也可以體會你們的困難 那等一下如果問題 您能夠回答的話就請副署長 這邊來做回答那如果沒有辦法的話 有需要請其他單位 那我們就請其他單位喔 好那首先我先提到就是說 其實台灣四面環海 那我們周邊有很多的航道 那所以其實 我們經過我們這邊的船隻是非常多的 好那 也發生過不少的這個 就是船隻去擱淺 然後漏油的這個案例喔 那副署長你這邊喔 就您的印象 您過去最深刻的一個案例是哪一個 我想大概就是阿瑪斯號 那還有十年前那個 Morning Sun在石門的一個 有污染事件這樣 好那副署長提到阿瑪斯號喔 其實我也是認為這是一個蠻指標性的一個案例啦 因為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說 2000年的時候 我們的海洋污染防治法 剛施行通過 通過施行 好那在2001年就發生這樣的一個 就是擱淺漏油的事件 好那那時候發生這件事件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看到說政府的這個分工的權責 其實是一團亂 那後來呢因為這個事件 所以因為這個經驗的教訓 後來我們制定了一個叫做 重大海洋污染 油污染的緊急應變計畫 這個計畫因為這樣產生了 所以這個跨部會的一個整合 總算是有一個初步的模型出來了 所以它算是一個指標型的一個案例啦 所以它在這個整個污染的一個處理喔 上面算是一個里程碑 所以我這樣的一個認知應該沒有錯啦 沒有錯 好那從2000年的這個海洋污染防治法 到今年2016年已經經過了15年多的時間了 也就像是16年了喔 那在這十幾年來喔 副署長你認為說 我們在整個就是海洋污染防治上面 的一個防治跟處理 是不是有顯著的進步 事實上這個 像這次的德香倫事件 那也讓我們看到 它是第一宗 是擱淺 而且斷裂的事件 那也讓我們也覺得 十幾年來喔 我們一直在run 這個海洋污法這一個情況 確實也到了要檢討調整的時候 那相關的一些制度的做法 行政院也帶著我們一起檢討 檢討報告昨天也出來了 所以十幾年來 現在才是一個要開始檢討 然後要調整的一個時機啦 但是我認為啦 其實這十幾年來 我覺得這進步真的很有限 就從預防到後面的處理 我覺得在這一次的一個狀況 我們去檢討 其實都不是非常的 效果都不是非常好 就從我們預防來說 其實這十幾年來發生了 大概二十件的這個 就是沿岸的這個海污染的問題喔 那這二十件裡面 其實有十件 是因為天候的問題去產生的 那天候這件事情 其實某種程度上面 它是可以去預防的 因為我們可以做氣候的預測 但是為什麼 就是天候不好的時候 我們沒有一些比較積極的一個預防措施 那導致說 這十幾年來還發生了二十件 這樣平均其實一年 可能也平均來講是超過一件 這種重大的一個 污染的一個狀況喔 所以其實我覺得在 預防上面其實也沒有做 那到後面的處理其實 等一下我們就來看說 我們現在處理的狀況嘛 但是我首先要講的是 這個處理的狀況也不好 就是也跟十幾年前的這個 這個效率來講 也沒有變得比較好喔 好 那我就要來講說 我們現在的處理狀況 現在的這個有 就是海洋的污染的處理的話 大概會分成三個步驟嘛 第一個就是污染的清除 那第二個是船體的一個 就是一種 貨櫃 對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 環境的復原跟球場 大概分為這三個部分 那這三個部分喔 副組長你認為說 這些階段 大概平均要花多少的時間是合理的 那麼 依照每一個船的狀況 其實 污染的情況 的情節的輕重 其實是不一樣的 那不過如果說 就以這一次 德香倫的這個污染來講 那我想它這個 海面跟岸季的污染 大概兩個月就清理得差不多了 那至於說那個 後面貨櫃或船體的移除 那他們估計喔 如果正式簽約到正式 可能要差不多六個月左右 這樣的一個時間 他們交通部估計這樣 那最後一個階段呢 就是環境的一個 復原跟球場 大概需要花多少時間 那復原跟球場 這個也因為 因為涉及到這個 收證 矩證 以及訴訟 那它的時間 有時候會拖到一年以上這樣 一年以上 所以如果這樣子 我們產生一個這樣的一個擱淺 然後它實際有一些 比較嚴重的一個 漏油的情況的話 大概 總體大概至少要一年八個月 以你剛剛最保守的估計 要一年八個月的時間 才有辦法把這件事情解決掉 那我們就先看一下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一開始的這個親友的這個時間 從阿瑪斯號 我們剛剛講的 2001年的時候 阿瑪斯號 它的一個第一階段的這個親友 也花了大概兩個月左右的時間 然後晨熙號 這也是一個很重大的一個案件 它也花了三個月的時間 然後到現在 我們的這個德祥台北 它也花了兩個月的時間 到昨天 到今天下午 好 也花了兩個月的時間 所以其實看到這種重大的這個 污染的一個 油污的清除的時間 來看 可能當然有一些 有一些不一樣的因素 但是以時間來看的話 其實至少都平均到兩個到三個月左右的時間 所以其實它對於整個生態的影響 其實是滿大的 好 那再來我就要講到說 剛剛講我們船隻的移除這件事情 也是現在要做的事情 那這個移除的計畫還沒有通過 還沒有通過一個狀態 我想請問一下副署長 以你這個同酬協調的一個角色 你認為最慢應該在什麼時候 應該要把這個殘海移除完畢 當然這個詳細等一下 可能請航港局來說明 不過就是說 我們出席聯席會議的時候 我們都有強烈的建議跟主張 在颱風季節來臨之前 要能夠完成移除這樣 所以現在已經是五月中了 那如果六月底七月初就算是 希望兩個月 不到兩個月的時間 那我們請一下航港局 副局長 是 報告委員 一般這個船爛 這個包括貨物 包括船體移除 其實因為都需要很長的一個協議的期間 所以在包括在國外的今年是這樣子 整個船後跟船離移除 通常也要到將近一年到兩年的一個時間 那德響台北輪在大家的關鍵之下 那交通部這裡一直在督促 這個德響這個公司 應該盡快來移除 那時間你這邊最時 會允許到他什麼時候要移除 是 報告委員 我們是這樣子 我們給他十天的人員聚集的準備 然後接下來就是前段 這個後櫃 前段船體的移除 這一部分我們是給他31天 後段 後段因為有住艙有主機這些 破損比較嚴重 我們給他60天 當然這個前段跟這個後段這個地方 有一段時間是重疊的 但是這兩個就是前段跟後段兩個加起來 我們是給他80天的時間來移除 所以這樣會遇到颱風機 是 那如果遇到颱風機又產生了就是其他的一個風險 那又漏了要怎麼辦 如果你給他80天的話 是 不盡早在兩個月內 你要限制他完成 你再給他這麼久的時間 是 報告委員 因為他現在要這個撫養 的確有他技術上的一個問題 尤其他怕說這個 後櫃的移除以後 會導致船體的一個平衡 失去他的一個穩定性 所以這一部分 當然他要非常小心的計算 好 那當然我也同意 副局長你的說法 你要給他80天的時間 那今天剛剛我們 我們招委有講說 這個奈洛比公約我們也沒有錢 那我們也沒有辦法用這一個法 去執行什麼事情 那你自己認為說 以這個法令他說 政府他可以介入嗎 那你覺得 以交通部的 航港局的認知 你們到底會不會強勢介入 如果他在你的時間裡面 他還沒有辦法完成的話 你們會不會強勢介入 然後直接去做拆除的動作 報告委員 奈洛比公約他上有一條規定 要給他一個合理的期限 那要給他書面通知 如果他在這個期限裡面 沒有作為的話 那當然這個DA國這裡能夠介入 那雖然我們這個台灣不是DA國 那但是在我們香港法第五十三條裡面 也有一個類似的規定 就是擱淺沉默的船 那這個航港局這邊可以要求他 因為我時間有限 所以我大概知道說 你會給他八十天的期限 所以如果就是颱風來了 然後如果真的又有什麼不幸的事情發生 也沒有辦法 因為政府在這個可行的期限裡面 沒有辦法介入好 這個我已經知道了 因為我時間有限了 我先謝謝交通部的航港局 我想問一下我們的農委會 我們的漁業署 委員好 謝謝 剛剛我看到你們的報告 那其實從3月25號開始 成立這個漁業損失的這個收證小組到現在 其實我們看知道是5月份 要開始進行座談跟說明會 針對於就是直接損害的部分 那間接損害的話 其實這個漁獲減量的部分 其實9月份報告才會出來 應該是這樣子沒錯 那生態的復原跟觀光的損失 也要等到9月份才會有評估報告 我是想要問 其實因為 從過去的案例其實要去舉證 其實是蠻困難的 那後面的賠償也會有一定的難度 那在這二十幾件的這個案件當中 我們到底有沒有建立一套 就是求償評估的一個SOP 婚養部分 就是移民損失的部分 剛剛有報告過 直接損失 直接有證據嘛 可以直接來認定 那移民的間接損失的部分 過去是沒有 那這一次我們特別協調 儀會委託學者來做評估 然後再做後續的球場的處理 公布人的部分也是類似 也是委託學者來做調查評估 對整個生態的部分來做評估 以後在球場 那剛剛委員所提到的觀光的部分 我們不是農委會這邊主政 以上報告 好啊 所以現在的SOP就是 先取得 取得評估以後損失的狀況的政績 跟論述以後再跟傳東來做 那針對這一次的這個得享台北 你們對於整個球場 對於移民的一個到時候的補償 你們有什麼樣的把握 還是要看最後 調查結果出來的政績狀況 好 這個回答其實我還蠻不滿意的 好 最後因為我時間已經到了 其實我還是要跟所有單位講 然後雖然因為現在沒有一個 組織的單位 所以這個分工上面其實 我覺得還是非常的零散 但是我認為 然後這種橫向的聯繫 平常就要做了 不要到真的有事情發生的時候 才臨時的這個任務編組 才在那邊人仰馬翻 然後處理的效率其實都沒有辦法 有一個很好的一個狀況 所以這個我的態度是 我覺得在這個預防跟後續的處理 都應該要有一個常設的 一個專者單位來進行 那如果說 依照今天剛剛趙薇講的 就是我們行政院這邊 如果說以後這個組織單位 要給交通部的話 如果法 我們法令不調整的情況下 我請未來交通部 真的要加一把勁 因為以這幾次的這個處理狀況來講 都不是非常好 好 謝謝 好 我們謝謝